人生世上 信佛救度之人 大安心大满足 是世上第一幸福者 黑暗的人生变成彩色的人生 痛苦的人生变成乏喜的人生 来寒静夕 人生世上为男为女 美丑至于 成败苦乐都是前世因 今世国 点滴都是素叶毫无例外 佛陀开示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这世 欲知后世国今生作者世 佛教的基础是三世英国 上个报应六道轮回 所以学佛者要深信英国 既是英国就要甘心领受 欢喜承担 所谓随缘消酒夜更莫造新秧 否则夜上加夜永无了时 学佛之人 其人生观与价值观 跟一般世俗人是完全相反的 苦乐霍福不以世俗现况论 而已能闻佛法依教奉行论 佛陀佛陀说 人身难得金已得 佛法难闻金已闻 此身不像金生度 更像何生度此身 应该细细思维 此生庆幸得难得之人身 若不得人身 现在一朵三恶道 三恶道之苦苦不可言 比人间任何苦超过千百万亿倍 所以人生再怎么样的苦 若能想想三恶道 则此苦不苦 反而深觉庆喜 幸得人身 不然就在三恶道了 又同样幸得人身 地球上有近六十亿的人口 单单大陆就有十几亿 然而学佛者有几人呢 可说寥寥无几 而我何性得闻佛法 得与净土 成为极乐圣众之一 旷歇以来 造罪造业 受苦受难的生死轮回 很高兴 难得的 金生 终于划上了 修止符 次生之后 便是光寿无量的佛身 得永恒的生命 自在的身心 与宇宙间自由来往 广度历劫冤亲 并及一切众生 一想到此 则任何苦都不以为苦 是转苦成乐 回顾周早的亲朋邻居 并所有同胞 依然迷而不悟 每日追求五欲 贪最重之乐 不求出离 便油然生起同情之心 人生本质就是苦 古佛陀常言 人生是苦 同时 苦也是入道的因缘 古佛陀初传法轮时 第一句便说 苦极灭道 因为三界是火宅 六道皆苦海 茫茫苦海中 能知苦厌苦 则能入道 能心目极乐 便能往生 善导大师说 凡夫生死 不可贪而不厌 弥陀 弥陀净土 不可轻而不心 焰则唆破永格 心则极乐常居 人生如电光石火之短暂 而未来世 却是无穷无尽的漫长 能假借短短几十年之苦 而出无穷无尽之轮回 何性如之 故苦是入道因缘 苦尽甘来 应该感谢此苦 一般人不知苦 不厌苦 只贪瞬间即逝的欲乐 却受长节无尽的苦报 实在很不值得 很不幸 很可怜悯 所以你无需因苦而苦 要因苦而乐 感谢庆幸此苦 有 有自身之所以特别苦 便可知道 自己旷界以来 罪业之深 出离之难 也由此 更应承托弥陀愿力 定得往生 知道此机使弥陀政客 坐上嘉宾 净土法门在两种深信 既信自己 是罪恶深重的 生死凡夫 则旷界以来 何罪不造 何冤不结 正是造罪无量 结怨无边 故今生受苦 乃是当然 否则 便非两种深信之机 既是两种深信之机 则今生遭遇 理所当然 不能怨天 不可由人 应当欢喜承受 并请人宽量 故净土宗之人 触光柔软 凡事只知道自己过旧 不会计较别人 欲敬只知道自己该受 不会怨天尤人 而且与弥陀基法一体 佛繁一体 当然转苦为乐 静由心转 心变静变 故心静一变 周遭的感觉 也会完全改变 以佛之意 能信念佛往生 叫做智者 有大善根大福德 是有眼人 有耳人 不信念佛往生 叫做愚者 无善根 无福德 是无眼人 无耳人 一息不来 便多恶道 佛说 可怜民主 相信念佛 决定往生之人 大安心 大满足 是世上第一幸福者 黑暗的人生 变成彩色的人生 痛苦的人生 变成法喜的人生 古德云 成大悲愿船 浮光明广海 至得风境 众或波转 又说 罪障称成为功德体 犹如冰与水之间 冰若多时水亦多 罪障多时功德多 黑暗 黑暗转为光明 苦兵成为法水 有 心则净土常居 心即是信愿念佛 信愿念佛之人 以居净土 寄居净土便能转苦成乐 心多欢喜 佛法 是拔苦与乐的 这正是 弥陀救度法门 你既然以蒙救度 活在弥陀怀抱中 世间黑暗苦欲 转为安乐光景 则何苦之有 因为今生 能知道人生的大事 达成人生的目的而喜 不可随同世人 罪生梦死 以短暂的苦境为忧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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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